焦点视频,星sir 逆学情愿的时间, 迎光幕,我们见到星sir 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星sir, 王卫星师傅 星sir, 今集我们知道这个题目, 很多香港人都很想知道的 因为疫情, 经济状况也不太好 大家记得要关注, 订阅焦点视频和师傅的频道 往后就可以收到师傅最新的影片和多些资讯 好了, 今集我知道这个名字的标题不得了, 不如由师傅你说 这个标题叫做《催财, 为什么越催越穷? 如何真正催财三部曲?》 这是第一部曲, 客运 是的, 越催越穷这个名字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也挺贴切的 是 真的, 我见到身边有一些朋友 其实他们都很读信风水 亦都有兴趣研究多些 很多时候, 厅又摆了几个皮丘 然后门口又摆了几个大象 全部吸收周边的东西 跟着之后, 闲锤放到通地也是 流水装置每个角都放一只 最好是七彩 我相信一个星期后, 他就会贴线了 为什么会越催越穷呢?师傅 其实坊间有很多催财的方法 催财的用品 甚至配合榴莲方位 今年的财位 譬如今年的财位在西边 很多时候, 人们会重点 把催财物件在西方位置 或者在东北方 东北方有一粒叫做九指星 也是代表未来生气、生命力、能量 都会放在这些位置 但是发觉, 放完之后 有些人就说可以 有些人就说不可以 不可以就都可以 为什么呢? 是不是用厂用品呢? 或者那件事是未开工 或者究竟那件事是否不合理 人云亦亦云 我放就放 根本就不知道放下去可以不可以 那我们就要很清楚 催财的用品 坊间你都会经常会看到 我们是皮邮 这些皮邮 这个麒麟 麒麟就化煞吹菜 吸水 当然有大笨象 不少得 禅除 由屋门口 放到入房 我也见到很多 最常用 在公司那里 又不想被人看到 我放到整个公司都风水 放一个流水的装置 近来这些人很流行放 最普盘 放最普盘 那些钱都放进去 好了 我想问一下一件事 放这些用品 除了大笨象 和流水装置 基本上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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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只 宝贝 经常会咬住银子 嗯 是不是 不是银子 就是铜钱 那些意象 真的挺好的 意象 有些财气 有些财的意象 好了 识摆的人 通常就会说 嘴 口这么阔 这么大 当然不要放铜钱 卷了一千元 左右卷 总之你想越赚得多钱 我告诉你 卷的数目越大些 最好卷够八千元 一个口八千两边 一万六 都不太多钱 总之等价交换 卷的数目是二十倍三十倍 如果有一万元 你卷一万元 那当然没有了 是 麒麟也是 麒麟是发杀吹材 又是这样叫他咬住 这个蝕除也是 经常常会用 蝕除如果咀小 人们就放铜钱 但是你想想铜钱 那些黄大都会死掉了 那些黄大都会死掉了 是吧 放死人钱 让你出去 士多普 买铜糖都买不到 是 放那些 没什么用的 所以 如果你要放 要想想 是否真的要放钱 好 这个最保盘 亦都会放了 银子 放了 银子 好了 现在就说 我想问一下 你出街 你会不会不带银包 有些人不带银包 你试试把20元到地上 10元 银子 不是吹了 银子 银子 现在的环境 你都知道 每个人都喝财 年轻人 十多岁都跑去打劫 那么财 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 财不可以 财不可以露眼 是吧 以前 也有说 古书也经常有说 如果学过玄学的所有的师傅 如果有看过很多典籍 他也有说过 天干露财如劫 是口缺来的 你也会露劫 是吧 还把钱露出来 就是说给人听打劫 所以近期 你都知道 逛街被人抢手标 卖二手标 也被人打劫 标普也被人打劫 连狗也被人打劫 狗也被人打劫 很有趣 是的 被人抢了一只狗 然后打电话给你 喂 拿回一些赎金 你想要回那只狗 赎金 哇 真是什么都有 所以记住 我们要知道 吹财的时候 不要露财 财而藏 不移露 这个在义学上来说 不是我一个说的 很多典籍都有说 财而藏 不移露 财藏 所以财一定要收起 所以 常常有财商财商的意识 就是财 就是要找一些东西收起钱 那我们首先一件事就是 要学会财商 我今天就带了一个财商回来 这样的财商 我想问 钱是用什么物料做的? 钱? 以前 铜 用铜 用铜 或者银等等 金属 所以财商首先 物料一定要用金属 不论是圆好 方好 铁也是属于金属 打得烂 那些猪仔钱银就不是了 如果打得烂 那猪仔钱银 就不合格 因为猪仔钱银 以前不是用猪仔钱银 以前是用一些牙钱银 用这些牙钱银是下面的底部 是没有胶筋的 是拔不脱的 是整个牙销出来的 入得不出得的 那些钱银你就能买过 以前是买几元过的 现在还没有买 我的年代是买几元过的 暴露了年龄 说回财商 物料是很重要的 最好因为钱是属金的 所有五行的财器 基本上都是属金的 财钱 贵价钱都是属金的 而金的形态是属元形的 所以我都很建议 用一些元形的平 保平 我发现财商一定要有盖 有盖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说我要放罪保盘 一定要有盖 过去的时候 那些钱放了下去 那些钱是给谁的呢 那些钱给谁的呢 是啊 每个人都没有想 我只是把钱放进去 那些是财位的 但是放进去 应该会生财的 但是你会发现 一样就是 好像跟你没关 没关系的 那些钱就不是你了 是不是 你出街 你都知道 那个银包是你 你才会拿你的银包 是 你不会拿了你 你家里其他人的成员 人包 是吧 那就是有适应 是吧 那原来 我们的财商都要有适应 是 那我们原来 最重要 在这个盖子里面 就加回自己 需要写下的东西 那这个呢 就是我自己 就加了一个 例是封 而例是封里面 就写了一个 心愿 例是封里面 就写了一个 心想事成 那如果你说 我做一些工作的 我做一些工作 我是想升职加薪的 我想吹个财 是想升职又加薪的 那你就可以 例如家观进禄 那如果我只是想 找到钱 那你就进禄 是吧 裁缘讲进 那记住一件事 写你自己的名字 如果不写你自己的名字 那些钱 就等于跟银包一样 都不知道是谁 执毁了你 那第二件事 最近一件事 这张的心愿子 写在你里面 譬如我今年想 找到多少钱 那我呢 那我写下去 那这张纸 就不要放在 那个 保平的底部 放在那个底部 就石沉大海了 踩住了 那就不努力了 那整天的愿望 都很难成真 或者有时可以 又是不行 那我都很建议 这个心愿子 放在表面头 所以如果你的钱箱 有盖掀开的时候 你的心愿子 就应该放在表面头 然后盖盖 那我这个 那我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盖是这样的 是 整个平是这样的 整个平是这样的 那我们呢 就把我这个心愿子 这样就放在表面头 那你也看到 那这个字呢 就是向在表面的 那这个字 嗯 那这个字 向在表面 那这个字 一定要向天 嗯 因为呢 你的发心呢 是震到上去上面的 嗯 那这样吸住它 那就可以了 那这样吸住它 那记住 财伤呢 一定要加什么 加自己的心愿 和名字 最紧要是心愿子 一定要向天 那就是财 不要露眼 嗯 那这个是第一点了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 喂 我家里 吹财 今年是西边 或者放不到 我放在东北边 放下去 究竟我吹财 我是吹给谁呢 嗯 那如果我放了这对 狮子皮丘大象 没有适应的 是吧 那原来呢 有一个法门 那在我做这么多次的 吹财布局当中呢 我发觉有一样东西呢 可以呢 点对点 对应回那个人 需要吹什么财 譬如我们是做园学的 那我们是做服务性行业 我们是做客的 那我希望很多客人 会来找我啦 看我的东西啦 来找我做咨询啦 那好似啦 有些人可能是做一些 金融的股票的 那可能是一些 技术型的分析去赚钱 那他赚钱的方法也不同 所以大家吹的财 的方式 或者用具 都有一些不同 那今天呢 就会介绍给大家 譬如我 平时呢 我都会用这些 能量性的蜡烛 那本身来讲呢 那我拿到另外一支 这支就是第二支 粉红色的 那又是不同的功能 那是黄色 这支也是吹财 那这支吹财呢 譬如我们会点了 我们的蜡烛之后呢 配合个人的冥想 譬如我 我升上 我就想遇到很多 达官贵人 我想做到一些 什么成绩出来 帮到什么人 我建了一个心愿 而这个心愿 这个蜡烛 只是为我自己 那如果我家人 又想吹财的时候 他会有第二支蜡烛 所以你的 所以吹财呢 功能就是点对点 就不会乱去第二个 去第二个 所以可以用这些 能量性的蜡烛 配合一些冥想 放在一些 适合的财位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吹财的法宝 而且一样 吹财呢 亦都不会 就不知吹了给谁 这个 那你就知道了 因为这些蜡烛 它是会有热能的 凡是有热能 它和空气之间 会产生一种能量 它会散发一种能量 那所以呢 那它的速度 是会比 放一些固定性的 风水物品 会更加快 嗯 OK 那师傅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你讲开心态 那会不会是 我放这些 皮羽 麒麟 大象 这些全部 最好就是 999 据金 纯金 是 够了誠意 是吧 那现在我放下 用十匹东西去买 可能随时 回过千万 真是不得了 嗯 那我都挺建议 那你又不用买到 那么贵的 有一样东西 就可以很免费的 是 但是呢 这个免费呢 又呢 实际 功效又强的 嗯 那当然正 那去哪 那你试试去 那些银行 开一些户口 那那些户口 那那些户口 那你又做了 那个 Member 之后呢 他可能呢 会送一个 金元宝给你 那是银行出给你的 哇 想起都开心 那银行送钱 给你洗的 是吧 那那个财账呢 就一流了 那如果你银行 就送财神给你 那当然了 那你快捧回家 那当然了 那银行送得给你 基本上 那都是金的 那也有一些 纸板的财神仔 那好了 那其实那些呢 都可以拿来吹菜 那不一定呢 就说去到金银 买到那么贵 那如果你说 不是哦 我现在就 户口就大把了 那但是呢 那我想 那那先吹菜 等得银行都等不及了 那我去一些 周末末买 买个财帐的异常 当然是好 那这样呢 就有一些 譬如是 如意 或者一帆风顺 这些金的财帐 都是适合放在家裡的 嗯 放在家裡 放在你自己的财位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金的那些呢 我都挺建议的 可以呢 就是放在一些 静态点的位置 譬如书房 或者是自己的房 那书房它自己 有东南西北的嘛 房也有它的东南西北的嘛 那你就放在 当年的财位 那这个呢 就是最基本的了 那真正的财位 其实我告诉大家 自身有一个财位 本身的房子有一个财位 榴莲有一个财位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真真正正想 補一个趋财局 那当然一样 你要请教一些 专业的风水师傅 去帮你 分析清楚 你究竟 真正的财位在哪里 那首先一样 记住 搞静那个财位先 不要护理马刹 还有呢 财呢 就最忌呢 附近有一些尖不甩的东西 压住它 嗯 OK 考考观众了 师傅刚才所说的 专业的风水师在哪里呢 是 影片简介有师傅的联络方法 不妨可以请教一下他 下一集 或者我们再请教 星sir 讲第二部曲 第二部曲 很重要啊 OK 下一集再见 星sir 好 多谢大家